要心量要脱开 要放大 要原谅一切 造作物业的众生 决定不能够 亲瞒他 对他要尊重 我们自己要做出好样子 希望 慢慢感化 他也能回头 但是 深入金藏 地确不是一桩容易死去 搞佛学 不难 学佛 真难 学佛跟佛学 两回事 这一定要知道 佛学院很多 是佛学 不是学佛 现在许多大学 这学习里开的有佛经课程 那都是佛学 不是学佛 方东伟先生 我佩服他 他是由佛学入门 最后学佛了 到晚年 中国人 中国人常说 量大 富大了 给什么人都别计较 我常说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都是善人 都是好人 那我说 他磨练我 看我经不经得起考试 结果我考试 统统及格 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 不给我这个机会 我怎么知道 经济提升 所以你看 从坏一个角度来看 不都是好事吗 没坏事 得 欲积欲厚 如果遇到障碍 心里就有怨恨 那我们的得觉 越来越拨了 就往下堕落了 错了 佛法是不断向上提升的 看一切众生 真的 都是祝福菩萨 无论他是善 他是我 就跟夫子所说的 善人行 必有过死 善人 我一个人 一个善 一个我 善人 刚才说 我人呢 看到我 好好反省 有这改之 无在加勉 他也是我的老师 两个老师是平等的 恭敬是平等的 礼拜是平等的 供养是平等的 只有一样 称赞 对善的称赞 对不善的 一句话不说 除了不称赞之外 就样样都做到 平等 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